路人和女高中生正在骑楼下等公车 下一秒 根本来不及反应 一名骑士连人带车 高速往前梦撞过来 路人像保龄球般惨遭撞飞 公车站牌也被撞断 机车几乎被炸成碎片喷飞四散 走在前面的女高中生 捂住耳朵回头一看 吓傻愣在原地 撞击当下力道惊人 连监视器都剧烈震动 惊动附近店家 跑出来查看情况 这样一伸过去 他整台摩托车这样碰 一两弯撞撞过去 实在心有余悸 惊险意外发生新店复兴路前 原来当时一辆小货车 要送货到慈禧医院 却在右转要进入急诊室入口时 不免原因和直行的 陈姓骑士发生碰撞 巨大的撞击力 让机车瞬间喷飞往前滑行 还撞到三名路人 陈姓骑士全身多处擦错伤送医 手当其冲的简性路人 头部撕裂伤 林姓高中生姐妹也惨遭波及 所见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 但公车站牌 确实被硬身撞断 盗子什么眼镜都在这里 倒下来整个都倒下来 站牌早上来 来做这个重新弄 肇事驾驶均无酒驾 但突如其来的连环 这一撞还把公车站牌都击落 实在让附近民众 包受不小惊吓 详细事故发生原因 还有待后续理清 既然姚立强范雅乔 新北报道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 让我增广见闻 家世 国世 天下世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 总握每日时事 日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世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世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